《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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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尾,楊玉梅不停客串電影 更多次和巨星合作 周星馳 周星馳我未入行院和她合作 我記得有一部劇 除了龍鳳茶樓 都是做她的前度女朋友 當時我客傳 然後在街上遇到周星馳 周星馳說不見了 突然間走過來疼我 嘴對嘴疼 但劇本和導演一早前會跟我說 我也很驚訝 有說過要疼我嗎? 為何會疼我? 然後看一部電影 剪輯了 我覺得她很多事是突發性 她的心突然覺得做這個動作 我覺得她不需要走過來 就是因為疼我 我不會覺得她是這個動作 一點都沒有 我還記得那時拍《賭神》 其實是一個客串派牌 那我客串派牌 我甚麼都不知道 最初我問 你過來做派牌 我就很坦白跟導演說 我不懂賭錢 不懂派牌 不懂到現在都不懂 我就是要你不懂 來吧 那我就派了 派給《賭人發》 派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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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 這樣就做了整場 《賭人發》 你的電影挺好的 是TVB的 我不是TVB的 我是一個普通 未學過演戲的普通的特約演員 模特兒 她很有potential 你給她努力 我看好你這樣說 原本是影壇發展得很好 楊玉梅在1990年參選亞姐 選美獲獎就令她錯失在電影圈發展的機會 記得選了 21個選剩10個出來 我剛剛一號 穿高跟鞋的腳很痛 逐個逐個押進去 今天班長 MC叫誰就出來拿獎 我的腳又痛 也不會是我 因為那年很多美女 很累 就坐在石膊上 樓梯坐在那裡 脫了一雙高跟鞋 很痛 不是我的 我記得曾智慧做C 肥姐 尖叔 黃尖 全部做C 第一個獎 我應該記得是完美體態線 好像 不知是完美體態還是最上鏡的小姐 出去拿就說我 我 我可以拿最完美體態嗎 我覺得又不高 我又不是很厲害 你明白嗎 那為甚麼會 我呢 立刻穿著鞋 立刻推我出去 看著 智慧說 多謝 一號 拿最完美體態 我還在想 為甚麼我呢 這麼奇怪 好了 走進去 我還在那裡 然後他們要說 最上鏡的小姐 智慧說 咦 這麼巧 這個原來又是 一號養了梅 Strawberry 那布帽子 幫我拿著我手頭的獎 立刻推我出去 好了 進去 全部 我們女生 全部 黑了臉 我有點害怕 死了 好了 接著再叫十個 我覺得最好 讓我先歇一歇 我記得智慧說 哇 今晚真厲害 一箭三丟 好 接著第一個 我想她是由高芬 還是叫我 我不知道 她又叫我出去 又幫我拿了個椅 我又站了出去 我就站在那裡 糟了 可以拿這麼多獎 連續三次 我的人生 這個光芒 我永遠永遠都不會不記得 但當時是一片空白 因為我拿了這麼多獎 很多傳媒就訪問 你留下 訪問 逐個訪問 好了 回到房間 我的底衫褲 所有東西都不見了 我找不到 那怎麼辦呢 我要離開 我跟公司說 我沒有了 底衫、底褲 怎麼辦 那好吧 公司借一套衣服給我 我穿回去 公司給我派車 送我回家 我應該會 freedom 你的房間 這次應該會 關后 黃色 我應該會 嘩 你 我應該會 幫顏